全國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上午的三關破證 昨天聯發科台積電表現都還不錯 尤其以聯發科來講的話 他是直接碰觸到這個月線 所以我今天就延續昨天這個話題 要來跟他深度的探討 就是說不管是台積電 像今天台積電就還不錯 目前看起來是還可以 聯發科雖然說沒有像台積電那麼強 但是不可否認的 聯發科這一波反彈的速度跟角度 是凌駕於台積電的 至少聯發科已經碰觸到這個月線的位置點了 因為我用的是26 如果你們去改成20的話 應該是已經過了 因為我用的參數不太一樣 好 那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聯發科這兩天 因為遭遇到26日的移動平均線的抵抗 所以也可以看得出來 他這兩天有點供不上去抑震乏力 但是這邊我要告訴大家 以聯發科的反轉型態來看的話 它是帶兩個缺口的 帶兩個缺口 大家知道它不是小型股 它是大型股 你說小型股 我這麼講好了 你說小型股出現跳空缺口感覺得起來很平常 可是你要知道它是大型股 這種比較具有指標意義的大型股 如果出現這種比較反轉力道強的 大家知道 我們這場所謂的反轉 哪一種反轉型態是最強的 最強的是跳空缺口 第二強的就是這種長紅K 一根長紅那麼啪拉上去 這算第二強的 再來就是慢慢慢慢慢慢就是 有各種反轉的型態嗎 這是不可否認的 缺口絕對是最強的 所以我這麼講好了 你不要看出這兩天可能 可能看起來 趙老師今天聯發科不強 然後你們就開始 又看空了 言論又開始 然後看壞了後事又開始 不要老是這樣子 我這麼說好了 如果見掌縮掌看跌縮跌 那跟看圖說故事有什麼兩樣 對不對 一大掌 本來還在看空一萬二的 馬上一看到掌 馬上又喊 馬上改變說法 我們看好到一萬七 沒人家在改叛 這牆頭草兩邊倒 對不對 又要討好多頭 又要討好空頭 哪有人這樣解盤的 你也聽不懂他的目的是什麼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定要先從 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主流去判斷 我這麼講好了 比如說今天我要壓IC設計的類股 好啦就算我不買聯發科好了 那因為我要帶會員買IC設計 那我總是要確認 這個主流的地位能不能確立嗎 如果這個主流地位不能確立的話 那我去買IC設計那等於是害死會員 當然不行 可是因為整個IC設計的族群 裡面來講的話 我隨便抓幾次來看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你說看昨天搶的不一定客觀 因為昨天搶的股票太多了 大家有沒有印象 那我先跟他聊過的族羊 我驚訝嗎 這個族羊齁齁 我很早之前跟他提到 過季線 過年線 你看喔 這一波大盤破底穿頭 他完全沒有破底 而且是底部越墊越高 你看今天大盤稍微弱一點 他今天開盤是直接漲停板 大家知不知道 當初誰要收購族羊 就是聯發科啊 雖然說收購破裂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為什麼聯發科要收購族羊 當然不是說他今天要收購他 然後放出利多 然後他大漲 而是說這就是 因為聯發科他穩住了 所引發的效應嘛 那你看一下喔 今天的四星也不錯 高價股 好 我個人覺得最強的是這一支 創意 為什麼 完全沒有跌都沒有跌 有稍微回測完年限完之後 你看他一直在那邊震盪 表示說他 其實格局還是非常的不錯 就整個IC設計來講的話 我們如果要看整個 比較具有代表 多頭代表一的話 大概就是以創意為主 因為他一來股價也夠高 那當然四星也可以 因為四星跌的幅度也不大 他也是一個標準的 大漲小的格局 這都還有高點喔 缺點就是稍微貴了一點 只要八十幾萬 所以我當然不太可能 去帶這麼貴的股票 那你看喔 今天跌盛的IC設計 除了這些相對抗點 比如說九陽四星創意相對抗點 你看今天跌盛的來講 你看普城 他算是跌盛的代表 有沒有看到 跌盛的代表 8054的安國之前跟他聊過 我說像這種股票跌在升之後 慢慢都會有人會 我在想他的反彈力道 慢慢都會出現了 還有包括像今天的這個細創 還算穩啊 我不能說搶算穩 他也沒破千低啊 你看 算穩啊 不能算是很強 算穩 那你看像立望也是沒有破千低啊 那今天也是遭遇到這個月線 有沒有看到 大家瞭解到喔 這兩天大盤很多個股啊 稍微沒有標的原因是因為 他遇到一個笑笑的壓力 那你要把握這個拉回的買點啊 而不是說 阿爺是沒有強啊 叫我買這個 不要 我跟你講 什麼叫逢低卡位啊 大家有沒有概念啊 逢低卡位不是說 等他衝上去了 哇 50塊 20塊 那你才開始從60塊去買 那我會高點65塊 對不對 也許你還有5塊錢的利潤 但是你會發現到 你還是已經錯失了 逢低買來的好機會嘛 所以我現在就在告訴大家 就是說 你看喔 昨天啊 外資發了這個報告 我昨天下午的節目 有跟他聊這個新聞 你看喔 這是昨天的新聞 外資啊 他露露等大摩講的嘛 樂觀看16500 不是啊 就是說 基本上他覺得台股16500 應該是健康的啦 我們講叫健康的 樂觀情境可達 19000 什麼叫樂觀情境 我這麼講好了啦 你看喔 大摩的這個伏筆啊 從19000到16500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各種的玄機 這中間差了2500點 16500是他認為 比較合理的地方 這就跟 我發現他最近外資 應該 也不能說他們有套招套好的啦 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最近的外資 感覺起來他們 都是有特殊的目的存在 在放這些例子 你看喔 他先告訴我們 聯發科他看800 對不對 他先告訴你 先看800 就本來看800 幫他調800 哎 老實朋友我認了 沒差了80塊了 因為以高價股來講 其實七八十塊 真的沒有什麼 然後呢 昨天外資又告訴我們 16500 樂觀看19000 好 我這麼講好了 也許你們現在沒有這個心情 聽外資怎麼講 因為之前外資也是告訴我們 看2萬點 結果只到18600 所以在很多人的心裡面想說 好啊這個外資 黑白講 白都會白七七 哪哪哪 把我害得要計 老公的2萬點 半8點都沒有賣股票 我相信很多人其實 背後是在罵外資的 我講真的啦 但是大家別忘記啦 外資它畢竟還是目前台股 最大的一股力量啊 你看我們的投信法人 了不起一天五十一六十一在买卖 对不对 自营商更少 了不起一天十几亿在买卖 要不是买超卖超几亿几亿千 可是外资是每天几百亿几百亿在买卖 你觉得就这种 所谓的趋势力量的结构来讲的话 请问一下是本土的投信 自营商比较厉害 还是外资比较厉害 什么叫做化水的減量 大家懂这个道理吗 我扣得要有钱 我就化水的減量 外资可以手握千万张台积电 一定有它的道理在的 所以我觉得 当然我这边先提醒大家 如果未来的某年的某月的某一天 大盘真的涨了 假设真的涨到外资 讲了这个点位的时候 我们到时候再来决定 到底要不要相信外资的 再说 问题是现在大盘才来多少 现在一万四都还没过 投资朋友 你这个算术你们懂不懂 我这么讲好了 比如说你今天跟上做化水的脚步 今天办法手续 交入我的会员 就你的直觉来讲的话 你的胜算大不大 我们先不说买什么股票 也不要管什么当冲 什么波段 就你来讲 你觉得你的胜算大不大 因为还没过一万四 我告诉大家 这笔账其实很好算 假设像外资讲的 他看一万六千五 对不对 外资保守 我们讲保守 看一万六千五好了 好不好 那现在才一万 今天最高也不过一三八九九 意思就是说 这一来一往之间 你还有两千点的什么 空间可以跟他搏杀 假设没有涨两千点 假设从这边开始 大盘再涨个一千五百点就好了 你觉得你有没有胜算 而你的胜算 就要看你压队 有没有压队股票 大家懂得吧 当然如果你做选择权的 你做期货的 当然你可以去下个远期的 对不对 反正我还是看他一万九 我就买个超远期的 这个权战跟他拼 我也不反对 也许五百块可以搏到 五千块有可能 当然是题外话 但是我现在告诉大家就是说 现在你的信心不足 我说真的 我现在在跟大家讲说 未来的行情有多大 有多大 有多大 你如果没人听下去 所以我现在改变一个说法 就是要告诉大家就是说 今天你要不要参加我的会员 当然 我觉得我非常的举双手双脚的欢迎 但是我要让你知道就是说 当你今天决定参加我的会员的时候 你的保障是什么 你的既得利益是什么 你可以得到什么好处 你看这是奇红 你看今天的奇红大跌 跌幅高达百分之五 我没事挑一只这么弱的股票要干嘛 看清楚 昨天奇红 整体表现符合预期 114 115卡位 他现在杀到我们昨天买的位置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 我们昨天在120块当冲出厂不留仓 有看到没有 昨天我们是赚5块钱的做当冲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 昨天把握卖点的话 你今天要倒赔 我昨天有跟大家提到 据我知道昨天很多老师带会员买到120 因为他赌会掌停板嘛 我跟你讲这种事情 我绝对不会干的啦 我如果这边买买雅道 我跟你讲我也不会带会员去买120 去赌掌停板 可是有的老师就会干这种事情 然后上节目就可以说 恭喜我们今天卸买新带掌停板 我跟你讲这种鬼故事 去看别台一定特别的多 我不要说我们运通财经台 别台一定很多啦 这没有什么啊 做行议嘛 但是你要看看 昨天带你去追120块 骑鸿的老师 你看他今天脸会不会绿的 一定铁绿啦 但是你今天是我的会员 你不会绿啊 你还会笑 哎呦 好可爱上对周老师 他唱着我 哇你看今天这样 一来一会差1万块啊 你说这样对我这个老师 有没有鸡蛋 有没有价值 当然 我并不是说所有的股票 我卖掉都一定会大跌 只是我今天看到齐鸿这种杀法 我也吓一跳 因为按照昨天这种板垂 我讲真的啦 按照昨天这种气势 应该是可以顺利突破嘛 没想到今天那个回马枪 要求我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你看昨天有个股票也很强 叫文帽 你看看 今天迷迷茂茂 怎么拍他跌停板 怎么会这样呢 今天很多会员 很多会员问我 我是没有买文帽啦 很多会员私下问我说 周老师这个文帽怎么会这样 怎么怎么还给他跌停板 同志我跟他讲好了 记不记我之前跟他提到 股票会暴涨暴跌 只会出现在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头 一个就是底 如果说今天文帽 这样暴涨暴跌 我这么讲好了啦 如果他这样子暴涨暴跌的目的 是为了清洗福尔 那你看他今天暴跌 说真的说不定是买点 说不定是买点 我只能这么讲啦 但是要不要买 我觉得 如果你对于这种暴涨暴跌的股票 掌握程度不好 我倒建议大家还是稳中求胜 还是稳中求胜 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好 因为我今天主要是要跟他聊 发格站稳月线 对IC设计的帮助 那我们刚刚也看了好几档 比如说他久了这些股票 事实证明嘛 可是今天也有IC设计很弱的 你看 昨天的普瑞很强 你看今天就怕了 你看昨天真的蛮强 今天就打下来 今天的金鸿也很弱 我们发现到还有6138的帽打 今天也很弱 三年天弱的金毫克昨天还不错 今天稍微弱了一点 今天这些弱的IC设计的股票 有个特色 大部分都还在底部 当然啦 你看以这个帽打来讲 已经连续涨三天了 已经连续反转三天了 今天稍微遇到季线反压震荡一下 我觉得反而压回都是可以留意的 可以留意的 你不一定今天买啦 你可以等他过两天稍微筹码 他稳一点再买也可以 可是不可否认的 类似像这种底部反转 我刚刚不是刚才提到吗 以联发科来讲 它是带缺口反转 没看到 这是算最强的一种反转形态 因为它缺口 第二强的就是像帽打 可能你会觉得说老师 他说是欧白共今天一点都不强 你昨天前两天你会觉得他不强吗 我在跟他分享的时候 你会觉得他不强吗 你看哦 他已经领先 你要知道 所有IC设计里面来讲 能够出现这种连三红 红三兵形态的真的是不多 他就是其中一档 还有金豪克也是其中一档 还有6719的励志 也是其中一档 我告诉大家好了 这种股票拉回 就是找买点 没什么好讲 就这么简单 也许你不敢买 我告诉大家好了 我今天代会员买了 买了对或不对 时间会证明 时间会证明 那当然除了IC设计之外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我们现在手上的持股生存 哇好强 我们今天还加码 今天早盘的时候少让人加码 你看还起来了 做个小当冲还可以 那你看哦 像神准那种操作模式 就像我刚才提到 他拉回手稳连线之后 对不对 你说表现强不强 他也是日线连三红 没有看到 虽然第二根红有点掉漆 但是你看哦 他也是属于日线连三红 这种反转的形态 我觉得我相信这一波 别的股票我不用多讲 你说像温水煮青蛙的钟蕾 慢慢的起 慢慢的起 喊不隆东的 人也贪那两个 要生娃威了 有没有看到 9月30号 大盘正在兵荒马乱的时候 带领会员敲进钟蕾 77块半到78 今天的钟蕾最高 已经来到86.7的 温水煮青蛙 我说最弱的 爬的比较慢的 像乌龟一样的钟蕾 这个就比较不好做当中 但是我觉得就像我讲的 一个我们当老师的 像以我来讲的话 我就像一个厨师 你今天丢任何的食材给我 如何把这个材料 把这只鸡 把这只鱼 把这只鸭 做得最好吃 当然是大厨在决定 我也知道像钟蕾中股票 狂飙特飙比较难 但是你说 慢慢的做一个波段 可不可以 OK的嘛 可是你说像 这个升准波动比较大 这个就要懂得赚它的价差 要懂得抓的当中的价差 怎么做 等一下回来告诉你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什么是最好的操作策略呢 当然绝对不会是最高 肯定是要逢低卡位布局 问题是这个低在哪里 很多人都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老师的价值 我刚上班上不是跟他举例吗 对不对 你看我在节目上公开分享奇鸿 对不对 厉害了 你昨天也跟着赚 对不对 还蛮的 昨天他不小心可能赚到120 对不对 你看一下今天的奇隆就剩多少 没想到就打回到112 所以就可以知道就是说 老师的价值 如果去体现 当然我们不要说因为一两只股票准了 老师说老师怕脖子 也不要这样子 我说过嘛 今天你参加会期 又不只参加一个礼拜 也不只参加一个月 假设你参加一年的 我相信你既然参加一年的 把时间拉那么久 你当然希望是说我这一年来 也许中间有可能老师会有不好的时候 会有做错的时候 可是如果一个会期下来 我跟老师都是可以赚钱的 那就值得了 你说有哪个老师真的可以从年初一准到年三十 我也不信 你如果问我的话 我会告诉你 我也不可能从年初一准到年三十 但是我尽力 我尽力在每次行情 即将要来临的时候 真的有大鱼大肉可以捞的时候 我肯给你提醒 否则我不需要上个礼拜 用心计划 对不对 告诉你 要留意联发科 除了像这种跌生的IC设计之外 我上个礼拜也跟他分享了 包括像中蕾跟神准 这是我公开分享的 中蕾刚刚提到了 温水煮青蛙 可是神准就没有温水煮青蛙 那个动力十足 对不对 打刚刚让我价差 除了昨天稍微弱了一点 那这种股票怎么做呢 当然你也可以说 做的是我就逢低买的 然后抱抱抱抱那个高档 也可以 但是呢 报酬率比较有限 可是如果你可以像我这样子 打个比方 像神准我们公开分享的 比如说你可以像我这样子做 逢低卡位还是一定要做的事情 165 166逢低卡位神准 这是在上个星期我就买了 当天买其实有赚 但是我觉得价差太小 算了就没有把它平掉 就留着当基本单了 然后这个礼拜开始 7月3号 一样167 168持续的买进 然后呢 当天有价差175要把它当充掉 你看光这一笔 就可以赚8000块的价差 一张啊 你充个5张就4万了 对不对 我相信这种100多块的股票 很多投资本都一次买5张5张的 像我有个会员都一次10张10张 尻下去的 再来 10月4号隔天172 173持续的买进 有没有看到持续的当充 挂价180 你看10月4号那天又是一个8000块的价差 充个5张又是4万块 那你可能会觉得说 佐老师那我可不可以 就死报活报报的都不动 也可以啊 我没意见嘛 因为在我的call讯里面来讲 我都会提醒大家就是说 如果你要不当充的也可以啊 你就留着当这个基本单 都可以 就看 你要不要按照我的方式去操作嘛 那你看今天的这个神准 一开个平高盘之后 那180块附近就是一个绝佳的买点 你看今天最高187 我们今天又是5000块的价差近代 如果5000块 这是我讲的嘛 什么叫最好的操作策略 为了要把获利最大化 我讲什么叫获利最大化 获利最大化 当然50块买了 100块卖到是赚一倍 当然听起来很美满 对不对 买个10张 哇 50万就是我的啊 可是如果这些股票 有些股票它的波动大 价差够 把当中结合下去之后 你就会发现到 哇这个报酬率 是不是远远比波单要多一倍啊 你看我们预态就是这么做的 下午再跟他聊好了 最亲爱的投资朋友 就像周老师常跟他提的 很多人 每天都梦想的 我要反败为胜反败为胜 我这么讲好了啦 反败为胜只是四个字嘛 口号嘛 对不对 重点是就是说 你有没有想要摆脱 苏家的这个什么 想法 我知道 你知道吗 我从最近这些 加入粉丝团的这个 这些投资朋友 这些粉丝们 跟他们聊天的过程中 我可以深刻的体验到 大家还是很悲观 但是呢 我都会跟他们讲同一句话 你可以不相信大盘 未来到底会涨几千点 但是你可以相信我 只要有行情 基本上带会员赚钱 本来就是一个老师应该做的事情 不是吗 所以说 所以说 投资朋友 如果你质问你对这个行情 你的掌握程度不好 又想赚钱 我们不一定说以当冲为主 对不对 你有想赚股票上面的钱 但是你自己又做得不好 麻烦你去看一下 我一月份 谁在一万八千点提醒你要买股票 对不对 大盘跌到一万三千点了 我还是提醒你 不要再悲观了 赶紧买股票 不然我干嘛要告诉大家 要看零发科 对不对 你说从最高到最低点 我都提醒你了 我是不是做到我该做的 好了 有任何不了解不清楚的地方 多别欢迎跟我们线上的助理 进行联系 那更精彩的节目呢 我们留着下午再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说明 还有操作 好 上回节目就为大家敬请到这边 节目最后预出所有的投资配方 操作顺利 我们下午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